李敖女儿怒轰孙鹏迪鹰犯救宗罪,孙安佐高中藏危机送孩子入虎口,超重肯的评论让网友赞报了。 孙鹏与迪鹰所生18岁独子孙安佐在美以恐怖威胁罪名遭逮捕,今天警方找到孙安佐的枪与1600发子弹。 李敖的长女李文关注这个新闻,从小在纽约长大的她,在美任英文教师,教过许多华裔留学生。 她仅接受苹果访问表示,经搜寻资料,发现孙安佐就读的邦纳普伦德加斯特天主教高中华人少,该承认亚裔人口也仅10%,美国种族歧视严重,亦让孩子孤僻,不快乐,产生问题。 她遗传以傲针便实施大炮性格,逼孙鹏夫妇送孩子出国前,为调查清楚,犯了九项错误,把孩子送入虎口是父母的错。 李文认为孙安佐怎么可能不知道美国枪炮法律,她举例,若台湾学校发现一个老外买一堆枪与一堆子弹,然后开玩笑要打死台湾学生,蔡英文总统会怎么处理? 她也认为寄宿家庭的Home Mom很有问题,那么多武器在一个小房间,难道奶不用负责任吗? Home Mom有薪水拿的,假如你的住客在你的屋檐下开毒爬,奶不会管吗? 她还发现该校去年五月就曾发生高三学生散步,色情,影片与未成年男童照片, 这应该是孙安佐被送往该校就读前的事。 因此李文归骂出孙鹏夫妇犯了九项错误,包括 一,如果小孩不信天主教,就不要送到天主教学校。 二,当小孩在台湾念的是南米河校,就不要送去美国读南校。 三,送去前先调查学校是否有学生犯罪记录。 第四,是孙安佐在热闹的北市长大,却送往八千人口小城镇,容易适应不良。 五,该校亚洲人口约10%,其他90%都是黑人与白人。 六,是要查清楚寄宿家庭的home mom工作环境,家庭,最好住读董,不要连排房子。 七,学校负责住所的华语调查员也要问得很清楚。 八,该小镇年均收入约4万美金,约120万元台币,低于美国收入标准线,亦造成犯罪问题。 九,也要调查该校保送大学名单。 李文说,他的父母根本没有做功课,如果小孩在热闹城市出生,建议不要去一个鸟不生蛋的小镇住,而且他现在的学校还是白人跟黑人比例差这么多的地方,学校网页资料甚至没有一个亚洲学生,这样容易让他有阴影,不快乐,孤僻与寂寞的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